11月15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城市发动了一波猛烈空袭 迫使首都基辅大面积停电 还有住宅建筑被击中 乌克兰高级官员称 空袭警报在该国各地响起 多枚俄罗斯悬航导弹瞄准了多个地区的电力基础设施 导致电力供应处于危急状态 在首都基辅 市长克里清科在一篇Telegram帖子中介绍说道 俄罗斯11月15日密集轰炸该市 击中了至少三座居民楼 另外有几枚导弹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 克里清科还表示 至少一半的客户断电 在更南部城市米科莱夫 地区军事官员维塔利金警告说 该市可能会迎来第三波袭击 而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市长特列霍夫证实 当地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 不仅如此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同样报告了几起爆炸事件 目前还不清楚是导弹袭击还是防空系统在运作 这些空袭发生之际 乌克兰刚刚成功夺回南部重镇赫尔松 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聚集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 15日早些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G20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 概述了一项和平计划 该计划有10个步骤 包括通往核安全的道路 粮食安全 设立俄罗斯战争罪行特别法庭 以及与俄罗斯签署最终和平条约 泽连斯基敦促G20领导人动用所有力量让俄罗斯放弃核威胁 并对从莫斯科进口的能源实施价格上限 他还呼吁俄罗斯在冬季临近之际停止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泽连斯基表示 让俄罗斯通过拒绝恐怖主义来证明 他真的有兴趣恢复和平